再来,华林县政府在今天在县府大礼堂举行了三月份的升旗典礼 由县长许正蔚亲自主持 标扬吉安乡公所拥夺儿少账户开忽律全国第二组第一名的夹击 以及业务达人圆梦团队、环境友善行为评比竞赛的优胜团队 接下来许位表示,感谢各项正式公所与县府习首合作 在全国各项评比竞赛当中获得夹击 现在表示,在春节或是228联系教育当中 县府官处、社会处、警察局、消防局等单位都经手岗位 为此交通疏导顺畅,推动大型观光活动 吸引各地游客造访花莲 这也让花莲的乡亲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安全 以及交通安全 以及非常多居住安全环境安全上能够得到保障 所以我们是不是给建设处掌声一下 再来,我更要谢谢警察局还有我们观光旅游处 在十天的春假或者是我们的二儿把领休 警察局背负着我们很多的治安 以及我们的交通还有疏导 所以在这多年来 我们的交通疏导的顺畅 不断的随着我们的很多弹性的调整 尤其是三四五月到六月有非常多全国性的马拉松 以及铁人三项以及我们自行车都在花莲来比赛 所以很多的交通的围管以及我们的很多的配合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是不是给我们的警察局给他掌声一下 尤其是林局长还有我们各分局长 这个初来乍到有的已经满一个月 有的还不到一个月 但是对于平平大小的案件不断的从以前的根肩到之后的破获 我想一棒接一棒 我想这是全体的警察同仁的努力 中学表扬 县府所属机关120年度 环境友善行为 评比竞赛 邀请专业学者 社团代表组成考虑小组 临选处 基于前五名第一名地方税务局 第二名针锋处 第三名警察局 第四名地震处 与主第四 同分并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